為了所有面穿過一個溫暖的當天 國際技術楊貴妹 向好朋友認同同一位 也親自南下跟其次參與威勞參會 楊貴妹沉感到沐浴車 和頂部的方便跟尊嚴 洗完後的欲求的感動 一直讓她繼續在這個區間堅持 也特別向市長頭身體提出 正處在當地幫忙的醫生之下 擴出一世的經費 就有夠讓頂部感到快樂 是因為媽媽中風以後 我才發現到這塊照護 跟被照護者的重要 來 請加油 謝謝 謝謝 一定發平衡 我想她是一個非常有尊嚴 而且我自己認為 是一個很神聖的工作 在沐浴的過程身上 都會蓋一條浴巾 這一條浴巾就是失能者的尊嚴 長者的尊嚴 我們不是脫光光 放著這樣子洗澡 我們是一個很神聖的 一塊錢 兩塊錢 三塊錢 三塊錢 五塊錢 三塊錢 愛心無憾 身體力行 國際巨星楊貴妹 南下江一七 跟廣告 來給文憲圍爐 讓朋友 認同多款之外 請主參與 圍爐參會 楊貴妹 沈甘沐浴 沐浴車 和點外的方便 跟尊嚴洗完之後 唱完的感動 一直讓她繼續在日子的苦口堅持 今天跟關懷為圍爐唱歌 讓董文憲 各自立頭身體來關懷參與 楊貴妹 沈甘沐浴 洗身會尊嚴 是最基本的生活 特別向頭身體體穿 正宿在登校幫忙的餘生之下 發出一稍後的經費 就有夠和點價感到快樂 市長說嘉義真是個好地方 然後嘉義的人真的很有愛心 然後嘉義呢 是一個地靈人節的地方 所以呢 市長也說啊 未來我們政府 會有長照這一部分 有三百億的預算 所以呢 當然這時候碰到市長 就不能客氣啊 所以呢 我就跟市長說啦 說市長 在三百億的當中 一個零零腳腳的地方 可以幫助我們沐浴車嗎 這個沐浴車其實是 對長輩 對失能者 是很重要 嘉義市長 突行者 二話不說 說我一定幫忙到底 你看 不愧是市長 是市長 聖馬醫院啊 長久以來 就是台灣第一個推動沐浴車 就是這些人喔 非常不方便 連洗澡都不方便 所以他們用沐浴車 讓他可以洗個澡 全身舒暢 非常非常的高興 這種好的政策 已經被很多其他的縣市採用 所以他們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 因為他們的愛心 讓他們知道說 什麼才是人家需要的 所以很早就來推動 這樣子的一個 洗澡車的一個活動 我們做一個政府 也會配合他們 中華巡廟基金會 在江義市全國第一設立 稻虎沐浴車 江義市長頭身體了解 更感謝便車站起 整頂部的關懷跟遠慶 站在政府的立場 願意配合 謝金新聞 臭畢棟 江義市 採控播等